黄阳二位 要去葫芦赴约 这就是等于 人家下的请柬了 你甭管是既柬留刀也好 半夜送信也好 反正信是送到了 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 这个杨湘武呢 还差这一层 知道杨爷这个人呢 嘻哈哈 本事啊不是那么 特高强 反正那偷偷道道啊 清宫啊 那还是数得着的 那么名气最大的 那就是非洲黄三太 他有点挂不住 所以就这时会儿 黑鸟家亮来 来的真是时会儿啊 进来了封君主落了座 把些人查人后白酒 他点亮是干什么的 怎么看出来了 看各位神色不对 黑主委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杨伯爷一看兄弟 您这一来那是天助我也 一般情况下看着您也不露面 大概我们自从到开封来前前后后 您是位消息灵通的人士 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怎么办呢 江伯爷就躺躺躺躺 把这一番经过的事情传说了 现在啊 那孙氏老太太来请柬了 让我们到狐狸去赴约 取这个金癞和解药 去不去 贾亮这么一听 三哥怎么想的 我们想得去他 这么明知山有虎 也得去啊 溜达溜达 千万万千去过来 就明二位 去了我告诉您 就填了瞎线了 这此话怎么讲 就白饶了 我不是小看皇上二位 再有你们这么十位八位 也休想战胜人家 那么双面齐人再多差 那孙氏女 他手里那条铁匾的 可了不得 这不是刚才五哥说了吗 说我消息比较灵通 我咋听到点消息 大到也有 小到也有 反正我听说啊 这老太太伤心伤痘 不知道这为什么 啊 说老太太眼睛都红了 有点肉身不嫩了 可能是不是所有的 是仇恶恨啊 都各宁二位申成了 这二位这微信 我不要再惹他了 怎么过去 两个人都危险 我不过听说而已 这 我这老太到底 他什么来头啊 先甭问他的来头了 我来就不能白来 白了就得呀 给各位笑点力 我心疼我三哥挣扎 岁数不容易 还有在座的诸位老哥 好 这也算为国分一我 为您这紫金山 为朱这金吃大了 可太不像话了 自立南洋王 这反了 好 诸位啊 做的都很对 我假量没有夺在这本事 不过耳目比各位灵活一些而已 我衷心希望 就是这个葫芦不能去 为什么 这就是紫金山的第一道大战 这紫金山周围啊 这地方大了去 不光是就这么一座小小的山头 在这核立起几座寨门 孝聚一些农兵 就在这战神成王了 那金吃大鹏啊 他也不能干 闭牙庄他也舍不得 之所以能到这 那可了不得呀 大小山峰 独下几百座 尤其在葫芦这 葫芦这儿 有一座庄子呀 叫重荣庄 葫芦这儿住了一位大庄主 此人姓宋娇宋氏盔 江湖仁宋一美号 为胡财神 人称他为当今的 沈万三 沈万三啊 人物啊 就是那个 他姓沈明父 赐重荣 因为啊 他排行在三 他正的名字叫沈万三 因为他排行在三 那就这么就叫惯了 后来呀 有有好多传说 南京大柳树 北京沈万三 哎 这个人反正是很有钱 据说还有一种特异功能 什么特异功能啊 会 会气功 啊 大小瓶一摇 那药丸哗啦就出来 他不是那个 沈万三这比那个高明多了 他这什么 点时成绩 你听起来 告诉你 他说 嗯 拿床背后来 拿背后来 就把那石头 大小石头瓦快乐 你挖走进那瓦壁 跨被子往上一出 他说怎么一指一划 划啦 把被子掀开 你看嘛 一堆黄金丹印 是这么这样的事儿吗 书上有记载吗 这都是传说 不过说他有钱 这点真的说 家有聚宝盆 哎 就是当心之石崇 啊 石崇就有钱吗 哎 大财中啊 不是说是这个 有人说 闹小偷偷东西 石崇笑了 偷什么呀 偷 行 我拿银子 做一大球 这球啊 有好几吨唇 哎 就是木下要是 运载它的话呀 得用那一把二十八个 胶皮咕噜那大半车 一点一点辣 得用四大雕 把它雕起来 你想大球当时 哪弄得动啊 没那些先进的机械啊 小偷 倒是常来转悠 瞪眼干没辙 哎 后来就传说呀 说石崇 叶蒙坠拔 平来告语接临 哎 前阳三九贺满门 给他雅精结温嘛 饭单十倍狗咬啊 人言自不小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饭单穷啊 真让狗咬了 别人说他干嘛的 那么大哥 让狗咬了啊 活肺 就这个眼睛啊 都够着那有钱的 这这样一穷 那就看不起你 反正就说是石崇特赋吧 那么这位呢 宋史辉 就是当今之石崇 相当之有钱的 而且 他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 哎 葫芦这地方 可了不得呀 狐狸前面 那叫罗斯鲁 后边啊 是老龙尾 左边有一个亭子 那叫韩泉亭啊 据说有万丈之身 又不是抖壁全崖 那叫白尺屏风 哎呦 这白尺屏风可了不得呀 怎么不光是 给他遮身风 葬成语 说这些特有风水 此人呢 这嫌太多了 那么他就呢 大量的支援了这金石大峰 要不金石大峰 在紫金山怎么能站得住啊 既不能大家结社了 这几个过往的客商 把这结下来能挤个钱啊 他敢在那招兵白马 聚草存粮 自立为难养网 而且他亲口 封了这个宋世奎 活财神 我一字并肩王 取过青石江山之后 咱们呢 就大刀切完菜 各自一半 哥俩手俩手 一块做金串 这宋世奎啊 还就全答应了 他有的是钱 同时呢 也不解哪啊 来的这么一位算命的先生 这先生混号人称叫小张良 张良张子房啊 据说此人是能掐贵顺 聪明无比嘛 你也别说 那张良是聪明 怎么 保证这个 汉刘邦 给刘邦 给刘邦出了不少的好主意 卑贱反过韩信 给他仿着这么一个很得力的大元帅 后来他越看刘邦这人啊 越不怎么样 此人能同患难 不能同富贵 当他做皇帝的时候 他就要该收拾你了 所以他趴急流勇退 半道车 在历史上 据说有这么两位高人 古战有个范黎 不行了 人家插一下做摆们去了 逃中事业了 还带走了一个西施 你看看 这范黎挺美 这个张良张子房也挺好啊 变了个魔术 还有个传说 据说是这个 这个魔术啊 是张良那儿兴来的 由他兴起的 那就 无惧可考了 没法考察了 怎么 他怎么能躲得起来啊 就帮他找他 哎 你走了不行 最后怎么办 你不知道哪弄那么一大老虎 撑着一下 给这个吞下去 实际的老虎是假的 借那个机会 张良就引退 这张良了不起 就来的这么一个 赛张良 小子房 哎 小张良吧 到这儿 这 这么一说不速回 说傻了 说头头是道啊 说这人呢 早就看明白了 一颗紫微星 正好照掠在 您这葫芦的相控 您呐 目前是姊子敏街坊 慢慢的您就 成为九五十尊 一统天下 这相反都盖着 而且您在这边风水 得听我这把这桩子 得改造改造 和这头折腾 拆开 盖着拆 下个你折腾 披着旁郎 从里边 聘请高人 给他盖起了一座三教堂 哎 卢士道大概是三教堂了 据说这里边 有些消息百负 这位呢 这钱知识的 他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他跟这军事大帮 特近 你不是招兵买把 缺钱吗 嗨 没什么 打造兵器 哪儿不得用钱 大车金银 往山上拉 这叫互相利用 哎 你呢 用我的钱 我能拿钱买送你 将来你一旦成事 你能忘得了我吗 哎 封个姨子兵街坊 你得把我封小了 哎 现在我先不言 我得听我这军事的 他就这么一通折扭 同时呢 他在他这庄子前面这儿 设立了一座招贤本 四方贤士 八方豪杰 甭管您是什么强盗 什么这个响马 是哪儿闯了 什么大货 是带着人民跑到这儿来 只要你确实有点武艺 他就把你收下来 规不规规 像两样的 把你收在手下 差点的送往紫金山 亡命徒 都把那儿送 同时贾亮还知道 说现在您知道 谁是那儿的观主吗 招贤管管主是谁 咱会一听 这我们哪知道去 甲爷这得听您的 您这消息太灵通了 实不相瞒主 离此不远 有座上财县 在上财县那儿 有座葵花寨 葵花寨有位大寨主 叫铁番干菜庆 听说过这人 记得好像还有一面之时 他有一位夫人 江湖人称金童无共 斗士 老太得手使一顿 冰铁鸳鸯吧 什么呀 棒水 一个场景转 一粗一细 据说是材料不够了 只有这么一份材料 这份材料 打完了这种 无共编之后 就剩下了这么点料 打了这句半句 知道吗 你说这钱管用不管用吧 钱能通神 有钱能使鬼退磨 这点都不假 人家居然用葵花贷 花钱买中这一家人 这铁番干菜庆 那是金头公斗士的老头 还得这女儿 恶魔女 菜金花 居然把这居家都给揭住了 左边招仙管管主 他得用眼睛看 一打理你 你是真有两下子 假有两下子 行不行 得过筛子 他说行 这人就算留下了 说不行 你就立刻 抱头滚开 该宋世葵 对这都是老太太 虽然不是清晨三叩首 早晚一炉香 据说也是每天 都要过府 去问安哪 是吟听计从 说这点假量 打量打量 黄三叹 赞个 您不是接到一封请简 就那孙氏老太太 想把您给请到葡萄狱吗 您接完不准去 怎么着 说不好听的话 我得让您 蹭落个魂热身手 您到那了 那里有趣无还 但我已经言之有利啊 哎 假爷说的对 您不能去 三哥 我知道您这提起 老大 一贯就是这样 是服软不服硬啊 别说是孙氏老太太 就是孙氏老头子 您也得去 这我明白 告诉几位 去可以去 但不能你们几位 应该把他的子们搬 可 江沐爷 嘿兄弟 来来来 哥给你满一杯 怎么回事 快跟我说说 他这姊妹是谁啊 我一点一点 给各位介绍 那就是 赫赫有名的 江湖人称 金头文宫 斗士 他还有一个妹妹 一个姊妹 江湖人称 沙虎妈妈 叫刘氏 手是金 被 截头刀 金被 截头刀 什么样 您看那扎刀没有 比那个 小点有限 是齐头齐脑的 这么把大扎刀 好家伙 这老菜可了不得 想当年 曾经是 利沙虎 但五只老虎 他都给宰了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那时候老虎多呀 好家伙 山里头 那海里去了 怎么宰了三十五只 那不算什么呀 可是这 上午妈妈 刘氏 您不知道啊 都是刘氏孙氏 三位 是一师之徒啊 他们的老文师 远驻 阎神火岭 太阳风 叫洪云安 洪云安安主 人称火 父神 父姓司马 双鸣云霄 司马云霄大帅的 一个得意门生 一生收了四个徒弟 一个男徒弟 三个女徒弟 据说那个男徒弟 出家当了和尚 不知道在哪儿 那下子我不行 他这三位我知道 这姊妹 那是情同 异母同生 最近怎么样 三位呢 要想取的金牌 要得解药 我看房费这劲 什么 只要能见到了 这两位老太子 斗士也好 刘士也好 有一位刘昌 立刻得救了 他这标上就算好了 这九孔 多少 这个 雕的这个 制造过程 以及解药的炮制 人家是一方子 啊 是啊 金牌还要被这么大劲 到那儿 我听说 孙氏是老大姐 得了大姐 您就看在我们姊妹的份上 给我妈 伸手就摘过来了 这这多省事 而且串老太这几句 您哪趁早 由此隐遁就算了 这得了 是不是 别跟着紫棋山 要掺和了 说不定老太 从海就走了呢 哎呦 大呼一听我说 假神仙 假量这气 我假神仙 你们还笑我干嘛 那不是 没我拿我党军神 那不是 您是真神仙 不知道 叫您什么好了 我觉得 您那可太好了 这这 赶快 您告诉我们 一下 这这这 这 葵葵在什么时候 干嘛呀 我们俩还请出来 咱何容易 咱俩那太简单了 就这么就请出来了 不可能 咱俩 你们得呀 分点工作 那有什么呀 就跟铁方干 蔡青豪英雄说一声 不就完了吗 得得了 我假量这人 从来没背后 假救过人 因为什么 这是个道德品质问题 不能随便 在背后 议论人家 这不好 但是呢 为我们这位 这个这个蔡老英雄 我得 说两句 蔡老英雄 五义高强啊 那当然了 收拾一口 余林刀 本领出众 谁都知道 铁方干 但有一样 这老头就有一点小弱点 什么弱点呢 内部剧 内部剧 不是都有剧内之说吗 就是他老婆 怎么叫内部剧 是啊 他老婆都怕他 这不叫内部剧吗 哦 是这么长 你别到这脖子了 那怎么着 他什么事 都得听夫人 大小事 都得跟夫人请示 你要找他呀 但你又没找 据说是 我们这蔡老英雄 一见这金头 武功斗士 他这夫人 手都不让我那放 我说家人 您是不是说的 有点玄乎了 以后验证 咱话就先有在这 但这个这个 刘是这老太太 也不太好接地 尤其是一提起来 他们这老的姐 怎么回事 那他不一定管 不过有一样 这刘是老太太 可有一点嗜好 这点嗜好 我知道 我也曾经在江湖上 暗中啊 给他出了不少力 帮了不少忙 好 大伙一听 这冤屏高论 怎么 煞我妈妈 又是老太太 习惯什么 老人家受了点刺激 哎 只有一个儿子夭折了 就想啊 选这么一个 这个看着顺流 又非常得人心 这么个儿子 哎 我说诸位 我贾阳这话 说的有不到之处 各位别往心里去啊 怎么 谁能够有这勇气 去给杀子妈妈 如是当个儿子去 我看啊 这有点希望 好多人哪 鼻子都气歪了 怎么回事 您别那么开心 我们咋的了 在江湖创商半天 没事 这都什么岁数 掌鱼骂 这不是说诸位啊 怎么这两兵 完白了 你不是气红吗 是不是 我就说 我就说在这 想站着里头 可以挑一挑 话还没怎么说完呢 真有自高奋勇的 嗯 无天球 普天雕 这俩小孩站起来 呃 舒服啊 假舒服 我们去了 怎么 这指导是 能结我刘师叔这伤痛 当儿子 孙子也行 对 这这这 把料弄来啊 是不是 把大的金牌托回来 这算什么呀 等等等等 假量瞅了瞅 这俩小孩了 突吹一下乐了 怎么 这二位啊 羡慕 那极其向其父 多心意呢 他爸的儿子嘛 可是这长得很吓人啊 哎 这五天球还凑过 尤其这五天球这受不了 怎么 这个 主大有五万年 五万年长的就刻着 那不好看 这大的名字 大点鸡脚 尤其是由这个 这个 下壳这儿啊 就两个下 鸡脚脚 往下有这么 一条子子迹 你要是 按不定的这么一看啊 那好像是 掉头土了个舌头 再大一家人了 就这位上员 跟他爸我家插择 就您这个 哈 假量没法说 怎么 他三个孩子自尊心 这不行 这不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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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